哇 柏哥我的美味餐點 通通都已經上桌了對不對 對 最輕食的 我們店裡面最比較輕食的 比較蔬菜類的東西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的 哇 雖然說說它是輕食 但是你們看這個蔬菜盤 這個沙拉非常的豐盛耶 對 這個是有很多都自己種的 這個有裸勒 絲瓜 它有芝麻葉 還有一些水果 也是當季的水果對不對 對 哇 我覺得這新鮮的 簡直就像是剛現採下來的 對 它每天都現採 每天都現採 對 所以說一般餐廳很少人 就需要預約 因為它製作很快速 但是我們為了要確定 它是每天都是現採的 所以它每天都是依照 被訂的數量去採 它不會讓它放到明天 如果說今天沒有用完的 基本上我們明天就不做生菜了 哇 那我一定要來品嘗它 來品嘗試試看 這個是原生種絲瓜 它跟我們一般的絲瓜 長得不太一樣 真的耶 這個是60年以前 還沒有改良的品種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是原生種的絲瓜 對… 很少人在種 我基本上 我知道只有一兩副 人家在種 因為它 它其實完全沒有經濟效益 現在的絲瓜長得很大 差不多有這個的三倍大 那種這個人 它真的太不划算了 它有這個 這一位明無婆 它已經執著了五六十年 它一直在照顧這個原生種 現在基本上都沒有人在種 不過它也不是為了 說因為它好玩或怎麼樣 它就是覺得一種習慣 然後它就這樣子種 就笨了五六十年 笨了五六十年 所以我們現在還吃得到這個原生種 其實照顧它滿困難的 它蜜蜂會跟那個改良種 會交配 然後會破混的時候會混亂 所以它每年都要請它 然後再 萬一有… 交配到了 它就要打回老總再繼續做 所以它已經堅持了五六十年 它傻了五六十年 還是持續這樣做對不對 它貨物只剩上面之一 對 一般的人 你種菜的人 都會考慮到生技的問題 有一些什麼效率 它基本上它就… 就一種執著 它就…你試試看 這味道不太一樣 再一次分架而已 好 我試試看看它的味道 因為其實蠻少 會這樣子生吃這個絲瓜 對 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口感 真的嗎 那我試試看 它好清甜喔 它比較紮實 不會爛爛的 那也比較紮實的口感 很好吃耶 我發現它的清甜是 你可以不用沾醬 直接吃就可以接受了 這真的是 非常好吃 對 它原來的那個絲瓜 本身的遠近的味道 跟一般的絲瓜 還是有一個差別 吃起來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味道我喜歡 它裡面很多水分 對… 對 是很… 最基本款的 意大利拿破裏披薩的 也有很基本款 就是瑪格莉特 對 它其實什麼都沒有 因為如果你在增加什麼 它就不叫做瑪格莉特 瑪格莉特有一個它的… 它的簡單 它就是起司 然後羅勒 還有番茄 番茄醬 對 番茄醬 它就是一個很基本款的東西 不過很基本款的東西 也越難 常常是這樣子的 越困難去做它 因為你不能再添加很多東西 我們其他的Pizza 都有很多在地的味道 可以很…很精采的去編飯 然後編飯我要用什麼… 瑪格莉特是屬於不被… 不被修正的一種 它就是一種經典的 對…一種經典的 嗯… 餅蹄非常非常的Q 是… 瑪格莉有一個訴求 就是餅蹄裡面 它要醞釀它的香氣 然後它的吃起來感覺 是一樣Q的 它並不是脆的 它很多製作的整個程序的條件 甚至於它到最後 要把它做成那種 紋膠的感覺 的番茄 煙邊其實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它是用柴火 它像這個就是 它在窯裡面滾燙的時候 像在煮粥一樣 滾燙起來的泡沫 被聞叫以後 是這樣子的感覺 光是聞它的餅皮 就非常的香耶 它是一個 拉布里的一個 製成的一個訴求 雖然說這個披薩呢 它的食材很簡單 但它吃起來其實就可以吃到 它那個很簡單的鮮甜的味道 番茄很香 然後加一點起司 中和它的那個酸甜的口感 就可以一直不斷的品嘗它 就會很舒服 在煮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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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煮粥